想一遍 等它一下 你看它現在響了 這個因為速度的電壓不夠 所以響的沒有很大聲 假如說裡面的人按掉它就會停了 10秒後會再響一遍 我們是設一個變數 它變數按這個它就變0 你看它現在外面也響了 外面也響了按一下它兩邊都會停 假如說裡面響的話 一直沒有按的話代表說裡面的人 可能沒有意識或是昏倒之類的 然後 這個是緊急按鈕 這個按了兩邊就會馬上一起想 外面搜救人員就知道說 可能裡面發生了什麼事情之類的 然後這按掉就可以停了 這是源自於這個 所以它是每隔3到5分鐘就會叫一次的意思嗎 是 那請問這樣會不會 就是它可能老人家在泡溫泉 它就有必要一直爬過去按這個按這樣 這個一般來說都是可以放在浴缸旁邊 那個伸手可以按到之處這樣 對我們想過這個問題 好謝謝謝謝你介紹 嗯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跳舞吉他 就是那個嗎 這四個箭頭 它那個四個按鈕底下 對 要過去按鈕底下 然後這四個按鈕底下 都會有感應的 就是碰一下 然後我們 這個 如果按得越準的話 它的分數會越高這樣 那請問為什麼你們會想要用這個主題來呈現呢 那請問為什麼你們會想要用這個主題來呈現呢 那因為我覺得這個 我就是本來就是很喜歡玩這個啊 然後 然後覺得這個東西我們可以一直改良它 然後之後應該把它做成一個 就是可以拿來展覽的好作品這樣 好謝謝你 那請問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 就是 它有兩個 兩個橫槓嘛 然後這是雙人的遊戲 也就是 你們兩個可以一起 兩個人可以一起玩 然後 玩到紅色 它就會發球 發球以後 底下的人就可以去接 然後 碰到紅色線的話 就是輸了 然後這兩個人一起玩的話 其實在 不錯玩 兩個人可以一起玩 對 然後 那為什麼會想要製作這個 這個作品 因為 那個 來展覽的人 大部分應該很少會自己來嘛 然後我就想說 要玩遊戲的話 只有一個人玩會有點孤單吧 想說設計一個 可以兩個人一起玩的遊戲 就比較 比較有樂趣 好 謝謝你的介紹 就 我們這次有三 三種 我們這次的節目叫 運動氣氛版 然後這次我們有三 三個模式 一個是那邊的 按鈕加分 然後這是 超音波偵測 然後這個就是 倒數計時 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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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我們這兩個 是有把它燒入到 Arduino裡面的 我們這兩個都有 不然 不然 有時候 如果用電腦的那個 紅外線的話 它有時候會盪到 而且 而且今天太陽很大嘛 所以它有時候 紅外線真的會 會盪起 所以我們後來把它改成 那種超音波偵測 所以這幾個的差別是在於 就這個可以用紅外線 就用超音波偵測它的 次數 然後就是倒數計時 然後那個 那邊那個是按鈕 按鈕那個加分 所以 所以它們用途是不一樣 用途是不一樣的 好 謝謝你的介紹 我們這就是那個音樂電風扇 當我們按下這一邊的 按鈕的時候 它就會 那個 相對的這邊就會亮燈 它會彈出那個 那個音符 電聲音符就會 然後 我們可以一起 你試一下喔 而且我們還可以錄音喔 你可以彈彈看 然後你彈的時候 我們會順便把你的音錄起來 等一下我們可以播放 那那個孩子的發響 是因為學校本身 就在發展音樂 那孩子們在想說 我們在創課的時候 能夠怎麼樣跟音樂做結合 所以就跟老師討論出來 那我們在想說 如果能夠一邊聽音樂 一邊有電風扇 可以怎麼樣 可以唱 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所以我們這個有 好幾種的玩法 第一個它可以怎麼樣 自行什麼 可以自行彈奏 然後還有按不同的 就是空白鍵或其他的鍵 就是會有不同的 歌曲可以 就是可以聽 可以播放 第三種就是 你自己自彈 然後可以錄音 又可以再播一次 對 那我們就是因為這樣 就是這樣的想法 然後孩子們 我們就合作出來 把它做成這樣的一個 音樂涼風扇 對 那這是我們這一次的 展的一個作品 然後 可以 可以問一下 就是這個燈是做什麼的 還是它只是裝飾 沒有它就會亮喔 它的燈彈不同的音 它下面的燈就會亮 那其實我們的想法是說 可以讓它做一個 視覺上的效果 第二個就是 因為它 越高的音 它的那個燈會越多 所以也要讓它 讓孩子們可以連結 拉的音是最高的 因為我們現在是 都到拉有六個音 所以燈會隨著變多 那孩子們就可以去認識音符 那我們這個螢幕上 你可以看到 這裡還有音符的一個 五線補的可以做教學 那孩子也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 彈奏方式 可以認識都到拉的位置 因為對於認音符來講的話 孩子會覺得很無趣 那如果透過這樣的 遊戲式的方式的話 他會覺得 原來音符可以這樣玩 那他們就 就彈久了之後 他們會知道 都的音在哪裡 拉的音在哪裡 對 這是我們想說這樣 可以 又可以玩遊戲 又可以做教學 然後又可以吹電風扇 雖然我們電風扇 雖然這個是用軟的 因為我們怕說 孩子摸會受傷 那我們想說 下次改進版 應該要讓真的可以量 所以我們可能會 考量用硬的 讓孩子 真的可以 讓他的效果出來 對 我們可以用3B列表器 把它列出來 列印出來 然後我們第二個作品 是這裡 健康優格機 來自己做介紹 這是我們的優格機 然後它裡面有三顆溫度感測器 它可以去感測到裡面 現在的溫度 然後當如果溫度太低時 它裡面會有一個燈泡 它就會亮 讓它可以加熱 然後它開始加熱之後 它到一定的溫度之後 它太熱了 然後電源就會把它切掉 然後就讓它可以開始降溫 再一個溫度 對 然後它就會在這個範圍裡面 然後大概4小時之後就會做好 對 然後那個優格 優格的製作裡面呢 只加了什麼東西 牛奶跟優柔乳 所以是只要把牛奶跟優柔乳 放進這個機器 它就自動幫你把優格做好 是 只要放進容器裡面 然後呢 比例大概你各半就可以了 然後放進去之後大概4個小時 4個小時它就可以製作出 對 至少要4個小時 因為做越久口感越好 我們有實驗過 然後就可以做出跟市面上 而且比市面上好吃的優格 那因為我們這樣製作之外 發現某些廠牌的牛奶跟優柔乳 才能製作出優格 有些廠牌弄出來的時候 是沒有辦法製作成的 那有可能是在他們的成品的過程中 有一些添加物 那這也是意外的收穫 我們才知道說 哪些廠牌我們可以繼續買 有些廠牌我們可能就是 就謝謝再聯絡這樣 那所以我們取它名字叫做健康製作機 那其實它是優格 可以製作優格的 那這個優格製作機大概 大概材料費大概要多少錢 500塊左右 那市面上一台優格製作機大概多少錢 至少都要1000塊起跳 它講得太保守了 大概2500左右 那為什麼會想要製造 就是做這件製作品 對啊 因為我們那個 因為我們在想說 我們有學那個 那個溫度感測器 那溫度感測器 我們想說可以做出什麼樣的東西 那後來我們討論的結果是 因為我們發現 那個電鍋 電鍋可以製作優格 可是電鍋做的優格 要8個小時 第二個 我們看不到它製作的過程 然後 它的溫度又保持的不好 因為那個電鍋的溫度 你很難去控制 所以它做出來的成品 有時候是失敗的 有時候是過頭的 那後來我們想 我們的溫度感測器 可以做這一個東西 那我們就把它改良 所以我們這邊其實有點類似 那個電鍋的一個概念在做 那我們這邊 孩子們用那個3D列表漆去 先畫好之後 然後外殼列出來 那因為這個是塑膠的東西 所以我們這邊還有加 你看這個加工 有做那個鋁箔紙 裡面包什麼 包這個 對 然後讓它做保溫的效果 這樣子 對 如同電鍋一樣 那電鍋在製作的時候 其實也是用保溫的效果 這樣 那因為我們有溫度感測器 又可以做LED燈 可以顯示出它的那個溫度 所以我們就可以監控的 比那個電鍋還要好 對 好 謝謝你們的介紹 謝謝 現在是用液米粉做的 它不會有可視 那是DLA 對 可以看一下這裡 液米粉做的 好 那這是 這是 這是計電器 它可以控制那個 溫度一到的時候 它就會把它關掉 那個就不會再繼續加熱 對 這是我們的那個板子 Arduino的板子 這是上課的時候 老師教學生們 怎麼組裝的嗎 還是老師 對 當我們把外殼弄好之後 然後在電路的部分 孩子是比較弱的 那我們的體證老師 他就會協助我們孩子 把這些電路接起來 對 是的 好 謝謝 謝謝你們 那個 這是我們的布農族語歌謠學習機 那我們小朋友他們 希望他們在學習那個 那個資訊科技的同時 然後也能夠 那個跟自己的族群文化做結合 那所以 呃 他們 把它做成兩大部分 一個是族語學習部分 一個是歌謠學習部分 那遊戲的方式就是 當我的球 滾過這個地方的時候 然後這個 紅外線群聚感測器 會 會感受到 然後就會去觸動 然後他就會唸出那個族語 族語出來 然後 利用這種遊戲式的方式 然後讓他們自己 我們自己學校的學生 可以學習族語 然後也可以帶出來 讓我們其他的種族 其他的民族的 人們 可以一起來欣賞 我們的布農族文化 那另外一個是 我們布農族的專長 是布農歌謠 我們的八部合音 舉世文明 那他們 所以我們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結合同樣的機器 然後也是歌謠學習機 那 因為很多人 我們很喜歡聽 布農族 元素免歌 但是不會唱 所以我們用分端式的教學 所以我們分成六道 那每一道 就代表一句話 每一道就是一句話 那你說這球滾過去的時候 感受到的時候 他就唱第一句出來 然後第二句第三句 然後到最後的時候 他會把整首歌 唱出來 那所有的音樂 都是我們的學生 自己錄音的 那尤其最後 最後合唱的部分 是我們學校的合唱團 然後他們去參加比賽的時候 那個錄下來的音樂 那可以問一下 為什麼會想要用乒乓球 錄過他 就是錄過這個機器 他是個遊戲嗎 還是 對 因為這是我們學生 自己的創意啦 那他們 因為學習語言的話 如果單純的書本的話 或是聽音樂聲音的話 可能會比較無趣 所以我們想要增加一點 互動性的功能 那所以我們就藉由這種方式 那可以有點類似 彈珠台那個模式 然後我們說邊玩邊學 對 然後希望 藉由遊戲的方式 吸引他們 對 學習自己的族群文化 好 謝謝 那請問那個是 那台是什麼 這台是我們的 那我們的學生 那我們的學生 他們利用積木 然後藉由我們的Arduino 然後再藉由Scratch 組出來這個積木 那其實他們在組裝工程中 可以了解一下那個 機械手臂的一些運作原理 因為機械手臂現在在社會上 應用是非常的廣泛的 然後我們結合用觸控式的方式 所以可以 我們整個手臂大概用了五顆馬達 去做控制 那就利用Scratch的觸控方式 然後可以去做整個上下移動 左右控制的部分 對 好 謝謝 謝謝你的介紹 大家好 我們是來自高雄市的新上國小 那我們今天最主要介紹的一個部分 就是水果業氣 那原本我們利用Scratch程式寫好的軟體之後 就是按A就會 Dol Re Mi Fa So 但是利用這樣原本傳統的一個鍵盤 小朋友可能會覺得比較無趣 所以我們就利用一套叫做 MakiMaki的這個硬體的設備 那把 它可以把那個原本A的鍵 還有SD這些鍵把它模擬出來 利用其他設備來用 那其實只要是可以導電的東西都可以用 好 那我們這次是剛好用香蕉來替代 好 那我就可以先表演一次 好 那我就可以先表演一次 好 原本我剛剛按A這邊會 Dol 因為現在聲音太早所以聽不出來 好 那我現在就模擬成變成 按這個地方 它一樣就可以達到 Dol 的功用 Dol Re Mi Fa So La Si Do 類似這樣的一個產品 一個設備 最主要是利用MakiMaki這樣比較有趣的一個東西 那其實它也是跟Arduino是有相關的一個作用 那這個是我們第一個就是有關於水果的 那剛剛講過只要是導電的東西都可以 那像我們原本的設計是利用鉛筆 那因為鉛筆它是石墨它也會導電 所以但是因為後來發現石墨都被抹掉了 所以就知道我們就趕快再利用 因為今天發現小朋友對這個水果樂器都蠻有趣的 他們說利用香蕉也可以彈出聲音來 他們就覺得很有趣 所以這個是我們今天的一個最主要特色的地方 好 那可以請問一下 這樣插完香蕉還可以繼續吃嗎 如果你願意吃的話當然是還可以 像我們早上兩個小時那個香蕉已經都爛掉了 對 抽爛了 所以我們就趕快 剛剛又趕快去買了一批香蕉過來 當然原則上正常是還可以 皮剝掉還可以再吃 對對對 好 那那邊的那個車是 那這邊我們有做了三部車 那第一部就是M-BOT車 那這個其實是市面上比較常見其實大陸的 這是大陸的一個車體 那它因為它是用鋁合金的 那小朋友在組裝的時候會比較簡單 但是就比較沒有那個技術性 因為它就比較好組裝 那第二個我們今天有介紹了三台 第二個是這個叫做MOTO DUNO MOTO DUNO它其實它已經把 A-DUNO的一個設備 像這台是我們自己組裝的 那這台就是用A-DUNO加上一個L298N的 這樣的一個馬達氣動去 那這個MOTO DUNO它就是把這兩個東西把它整合在一起 所以你看到我們用了兩個設備 它這個只用了一個設備 那這個也會比較簡單一點 那這個是我們小朋友自己組裝的 那這個通常在製走車 我們通常有三個功能 一個就是我們可以自行控制它前後左右 那第二個就是說我們可以讓它有循跡的功能 像我們現在這個就是有一個路線 那所謂循跡的功能就是它會按照這個路線來走 那第三個就是有避障的功能 因為我們這邊就是有所謂的超音波的一個感應器 那它會遇到前面有障礙物它就會後退 那像我們我們超音波的感應器 可以在這一個地方是我們所謂的一個應用 像這個設備我們剛好有做了三個 一個是利用超音波 的一個設備 那這個就可以測量它的距離 像這個我們顯示器就是 知道現在超音波的距離 那這個就是 那其實我們因為是跟聲音有關 所以我們在不同的距離都有不同的 像這樣度 微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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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 其實它是有音調的 那這個就是跟剛剛其實是同樣的 都是測距離的功能 那我們除了用超音波的之外 我們還有用所謂的紅外線的 那其實兩個都是一樣都是在測距離 那就是用不同的一個 一個是超音波的一個這樣的一個戒指 那一個是用紅外線 那它的一個眼裡都是一樣 有一端是發射端 那發射端當它發射出來撞到東西 回去另外一個接收端就會接收到 那像我們這邊有把兩個紅外線的一個設備 把它應用在一起 一個是測距離的 我們稱為主動式的 就是說 像我們那個男生的那個小便斗 我們上去的時候 那個主動它會發射紅外線出來 這個叫主動式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們類似我們警報器那一類 或是說夜間的時候燈會亮起來 這是它用被動式的感應 所以我們也把這一些設備都把它應用在一起 讓學生可以更容易了解這一些的一個設備的一個差異性 那這個大概是我們今天介紹的一個是水果液器 一個是自走車的一個部分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它的一些套件的一個應用 好 謝謝 謝謝你介紹 謝謝 從第一個開始介紹吧 它這個是結合 就是去幫我設定的溫度沒有到達的時候 它就不會打開 那當設定的溫度超過的話 它這個電風扇就會打開 所以它就是一個感應溫度的電風扇這樣 對 然後這個是它裡面就是這幾個元件而已 那它就是一個雷射槍 就是可以有一個訊號射出去 所以它跟雷射比的概念是差不多 是差不多 可是因為還沒做到後面的那一些互動裝置 就是互動裝置可以變成說一個對戰的模式 就是類似槍斬這樣 對然後會有一個就是設定幾條命 達到就扣這樣 對 然後這個是一個結合Worper DUNO 去做那個加電的控制 加電的整合這樣子 對 就是可以就是用手機去控制 是不是要散開還是要關掉 它可以用電風扇來一些去結合 對 然後這個是RFID的一個識別 那這邊會有一個編號 如果這個是3號感應的話3號就會亮 那這個爸爸是2號 那感應的話2號就會亮 所以這是要做什麼用 它可以就是去做一種看誰回來的 就一個識別這樣 對 對 它可以就是去通電啊 就是比如說我回來我要通電 或者是說它可以改成 這一個變成開電風扇 開冷氣開什麼的支開 對 差不多是這樣 然後這個是調琴圍 就是調琴圍 調琴圍 就是它是做兩個伺子 然後變一些三滴滴的衣服 然後去做一個操控 就是去點 對 去用吊 然後去吊起來 對 它這個是土丁 然後包那個 怕吃的 然後它就是會行進去 對 然後這個是車子 這不用 這是車子 就是 它是用藍牙去做一個遙控車 對 差不多是這樣 好 謝謝你的介紹 謝謝 謝謝 看一下你們的攤位 好 來 這個雅琳來 來介紹一下我們這個 這個燈 這個是我們3D電影的燈 就是 這個燈就是用手機去 開 可以控制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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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